民眾大牌長龍等著施打疫苗 因為指揮中心日前宣布 5月底前到期的疫苗只剩下不到10萬劑 因此AZ疫苗從5月17開始停止自費疫苗預約 要將剩下的劑量留給公費者接種 也就是說在5月17之前預約的人都還可以施打 在上一週就是因為疫情的轉變 從5月10號還是一級防疫到5月11二級 就提升到二級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因為整個社區不明來源的 這個感染數的大幅的一個增加 所以民眾也紛紛的就是說都出來 但亞東醫院在16號宣布 因為疫苗數量不足 就連17號當天有預約自費施打的人都無法接種 目前國內30萬劑AZ疫苗其中剩不到10萬劑 在5月底前到期的大約有6萬多劑 也必須在6月15之前施打完畢 醫院的公費的數量 事實上那個機關局是已經通知 現在就是已經暫停撥撥 因為他們現在全國要做一個控管 那所以就是說上禮拜來講 事實上我們就是說幾乎每一個整次 一個整次60位都是全部都是預約 都是全部都是額滿的狀況 所以現在幾乎公費的疫苗也幾乎所剩無幾了 還沒施打第二劑疫苗的民眾也不用擔心 根據美國和義大利最新研究 成人至少接種一劑 染疫風險可以下降80% 如果施打兩劑保護力更可以達到九成 民眾戴口罩勤洗手做好最基本的防疫 也能有效保護自己 TVBS新聞追蹤群黎氣文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等你喔